《有理同行》 到了《有理同行》 剛才講完另一個話題 現在又講了另一個話題 你們好,我是Jimmy 我是張榮輝 現在又轉了,轉什麼? 轉什麼? 我們啤酒又沒有轉了 講開選舉,繼續講選舉 講特首選舉,時間有限 剛才也講到差點不夠講 鐵三角 買哪個? 鐵三角買哪個? 很難買 是否真的鐵三角? 首先一定要戒定 是否鐵三角還是A加B 吳康文說自己講笑 但外面有些人開頭都覺得很認真 究竟A加B還是C加B 我們其實很難去看 我看過那篇文章 她是有個分析的人 她覺得范太的民望稍高 唐唐有政府經驗 而梁振英有從商 和經濟方面的影響力 如果從她這個角度分析 其實是挺有道理的 是嗎? 是的 但你相不相信范太出來選 首先一定要搞定范太 范太是否出來加入鐵三角 我覺得她都試中 中央怎樣看她 是嗎? 因為她開始的時候 告訴別人她沒有興趣 沒有興趣 但法國那兩個 跑極都是這樣 於是她作為一個更特殊的身份 在中央 我想不多不多少問過 她出來說兩句 好像說笑一樣 越說越認真 然後被吳刊文加 她鐵三角之後 整個形勢就在抓緊 我覺得是 因為初初我都在想這個問題 究竟她是不是出來的 是不是? 但是 民望懷子 當然她應該是好過另外兩個 但她一出來 大家想想 大家用一用大家的記憶力 想一想 她出來說什麼呢? 出來說二十三條 即是 到關於 哇 一出來搞特首選舉 就整個二十三條 你這頭才被人說民望高 你那頭搭一隻這樣的死牌出來 是不是真的 其實想著 當不是 先打退堂股 我那時的想法就是這樣 是否退堂股 我不知道 但我想她 其實她的出現 民望高 大家記得其實 我們現任的特首 開始的時候民望都很高 到七十幾% 跟現在相差很遠 一個天一個地 我想民望這件事 就真的不是浮雲 而是好像股市一樣 上上落落 范太一出來說二十三條 我想她都可能 我真的不知道她為什麼 這麼多東西都不說 如果我的心 我打算出來說 當然是說一些 好像梁振英 說一些樓市 福建居屋 那些最適合 給大妻婆來生兒 最適合 中央都喜歡聽 中央是否喜歡聽 大妻婆生兒 我不知道 但中央可能 都是不斷透過不同的途徑 今次可能透過范太 試試香港人的水溫 究竟二十三條 因為澳門立法 香港人怎麼看呢 如果由范太 民望這麼高的人出來說 似乎市民的反響 又不是大得那麼緊 除了某部分 我們政界中人的反響 之後 一般市民似乎的反應 似乎不是那麼大 但後來他們都收回 交給特區政府 將來自己決定 你看到其實有少少反覆 而這個反覆就正正看到 原來市民沒有什麼 讚成的聲音 所以他會有少少收回 應該都會搞這些行事 你放心 你叫得我做 我一定會做 最重要是你讓我做 但我自己又不是那麼看他 因為很想做 我想他就 將選舉氣氛拉高 到最後他是不是真的去拍馬仔 好像董先生第一屆的時候 三個去爭 我想這個歌仔未必會回頭 而他突然間走出來 除非那兩個真的出事 中央要他頂眼上做一屆 我想這個當然政治上 沒有什麼叫不可能 但目前來看到他的情況 我兩個要先考慮參選 然後又說我兩個要開始考慮參不參選 其實在文字上他會在捉緊自失 令到一些人就 好像很期待兩個人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他就將選舉有少少升溫 因為那兩個太過沒有東西看 是的 所以我跟著就說 如果以你這樣說的話 你又不是很相信 你剛才這樣說的推論 目前這一刻 你又不是太相信阿范太會出來玩 不相信 不過我現在又覺得相信 你相信他出來 另外一個我昨晚都在想 如果說特首選舉 他全部都說阿范太 他有多好 他有多好 他應該勝過兩個 但如果說阿唐唐 又是不 因為大家都陳湯濫調 說話就吃螺絲 出來說話又差 不知說什麼 所以我傾向不說他 反而我們要考慮一個問題 為什麼梁振英這麼得人憎 我真的有少少白思 你說經驗 他真的差不多三朝元老 他由第一屆玩到現在 還是行政會議成員 很棒的 八萬五 是否罪孤禍手 或黑手也好 他肯定是當年 由第一屆參與很多重要決策 一定有一定的行政經驗 加上他的商界背景 樣子也不是很差 也有人緣掛 少落區不要緊 那兩個都不是很多 為什麼一說到他 很多人皺了眉頭 好像他殘害了很多香港人 我真的不太明白 我想每個人有自己的看法 我又不相信 每個人都不喜歡他 我自己這樣看 其實我認識他在1988年 我不認識他 1988年 亦都不代表我喜歡他 1988年的時候 我們香港當時爭取八百直選 當時可能還是很年輕 八百直選當年我最記得是維園 他和李全明和其他民主派 一個人涉獻這麼多人 就覺得八百直選是不應該的 起碼都要推遲些 到最後當然是九一才有直選 我記得當年他那種的口才 那種變才 其實是比起泛民裏面 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果他說話很肯定 和堂堂一稱 哇 差幾班 沒錯 但我聽到有人說 有兩件事 第一 他的背景太紅 太過和大陸的關係密切得很厲害 那應該是范太 全國人大漸 那些傳媒都不說 他那種紅和他不同 他做生意有很多千絲萬縷的關係 在大陸從八百年開始到現在 一直到基本法秘書長 很多工作 其實只是覺得他是中心於大陸 一個極度中心大陸的人 第二 他是一個商人 他今次生意都做得很好 大陸各樣都是很厲害 但是 有了利 可能又有名 他也希望行政會議 首席議員之後 希望更上一層樓 除非他離開政界 否則再上樓 可以做甚麼 所以倒轉 如果他今年不選 其實意味著他就拜拜 我想他又 他還做甚麼 他唯一對他有缺陷 就是他未做過私局級官員 其實又暗示了這件事 他跟政府領導人 可能真的不太咬圓 否則他沒有理由 做不到私局級官員來做 我想他所謂三朝元老做行政會議 就不會叫所謂江格 做回私局級官員 所以他唯一的選擇 要不再從政 或是江榮引退 要不然他只有選特首 這個途徑 而梁振英 我當然對他不太認識 不過 你說落區 他這幾年頻不頻落區 大會小會 我前一陣子天水圍 某個會是沒有請他 就是支援了他 他都走了下來 還坐到完 完了再從一些 天水圍居民坐到聊天 你孤民論他下來談了怎樣 起碼他肯擺時間 這個是堂堂沒有怎樣做的 第二他跟居民的確用心聽 怎樣幫到手跟進 當然有些事情做到 有些事情做不到 但他也知道這個政治遊戲 但玩得來玩到一段時間後 民望依然不起 原因為甚麼呢 因為他做租的味道比較重 是 去完之後就沒有甚麼 因為他沒有一個政黨在裏面 幫他背後做一些事情 他跟唐英連有班政府官員 幫他這樣砌 所以他做也不起之餘 我自己接觸很多居民 都覺得他講話是說話 不是武力的 內容也有的 不過沒有甚麼心 即是比較虛偽 即是選舉 又是回到選舉 你怎樣去騙了那隻票回來 真的要加個心給他 如果你說選舉的表達 譬如曾任權很老實 打好這份工 他只是當工敢打 他就說出來 你喜歡的喜歡不喜歡 梁振英在很多說話能力表達方面 的確是比堂堂強的 但因為太多的理論 太多這些事情 反而被人入心的感覺 親耳力 所以為何范太太好些 因為范太太站出來好像媽媽一樣 他罵你也好 即是有算他罵你 你都會覺得媽媽對我好 唐堂不像大少爺 少爺仔 站出來 他便跳出來 這杯紅酒多好 不過他真的說話是很可怕 所以那些人經常說 找梁振英做 很不可以 老實你問我 找唐堂做 還是很可怕 唐堂做就不就是他做的了 是他下面一班人幫他搞的 但如果所有特首沒有領導能力 最重要是動著 看著傳媒和市民交代一些政府的政策 但如果特首只有這個功能 我都覺得堂堂會做不到 差點的 他需要一些鍛鍊 他連了這麼多年 政務司司長都牽涉了幾年 聽說最近如果大家留意 他已經有些班底形成了 幫他做這個 甚至懷疑到政府官員裏面的人 開頭他出來選 最多都是用無能的東西去裂補他 多樣了 有信私 越來越差 差點有徒息新聞 有慢就怎麼辦 這些遲早出現 我相信 你知政治人物 最怕兩件事是一個錢 你就是女人 是不是 是啊 低能都沒什麼所謂 低能 人們看得到就不行了 因為完全太差就不行了 所以我相信堂堂現在的問題是 他不去就不行 去他自己能力不夠 他班底又不是很強 所以我們都知道在立法會裡面有人很全力幫他 但幫他得來 是不是能夠將這些東西過給他呢 似乎暫時看不到 那那個不是直選 那個是間選出來的 那個間選之餘 如果你留意在很多區 建立了所謂的裝腳 但其實我告訴你 人們是利用他的裝腳 吸引資餘 做自己的事 找他笨 少爺 通常少爺仔就這樣被人找笨 賣些錢出去 搞得不到 他永遠都是 所以能夠真的有一種領袖魅力 你不用拍攝 人們會遲過來 堂堂暫時未有這種功力 梁振英 你留意 我都留意過他很多次 開會做事 永遠都是德國人 他身邊沒有人 他沒有人的意思是 可能不想有其他人影響他 但他看到沒什麼人在他身邊 是真的協助的 都有的 可能你不知道 我今天都扮到 應該一國兩制 什麼什麼研究中心 不過真的站到很喉 真的要扮到 找個床 找個橙 橙到地上 差不多核到熔岩出來 才找到那個人出來 明白 我都知道你說誰 但問題是 我們不是要前夫後勇 但一個領袖 或者有很多人 例如下區也好 那些居民不是說 好 我們找他聊天 因為他有行政會議 所以有很多人去找他 有很多訴求 想他做 在這裏講一下 我曾經都試過 E-mail 有個朋友的個案 問題 想他幫忙 但結果呢 到今時今日 都未有覆過一個電郵 不要緊 這些就是在鏡頭上 在公開的時候 可能會做了些事 但如果有人找他幫忙 可能可能太多 可能我那件事太少 或者不懂得做 就放在那裏 其實這些小事 慢慢累積上來 就是人對你的普通的感覺 所以如果梁振英 真的聽 我也建議他 他應該在LC找個班 找到一個裝腳 為甚麼呢 有時有些事你不想說 就懷疑給LC 組員說 你可以離開 你歸為行政會議召集人 其實都肯定你的份量不低於特首 你說的話一定對有些事有影響 但有些事不是每件事你應該說 或者想說 那要閃的時候 如果你永遠都是一枝工 或者怎樣閃 一閃就被人說你逃避回應 不想說這些東西 肯定就是裡面有些陰謀 現在的政府永遠都是 特首不想說就交給局長 局長不想說就交給局長助理說 局長助理說 交給秘書 還有秘書長也不說 也有機會找個政治助理說 肯定是死得很快的 他應該就是這樣去想這件事 我想交給誰說都不重要 而是其實 有時我會這樣想 可能他真的覺得自己很碰 碰到不需要人幫 把所有的美光燈射在我身上 我就碰到 不過如果他有這樣的想法 我覺得立法會選舉你都用得 特首選舉你就困些 還有你留意 特首選舉今年多了 所謂的委員1200個 1200個你要提明 我相信問題不大 你也要提明 等不可以投你票 答應了你會不會反悔 其實很多很多的變數 很多所謂的政治交易 很多的問題在那裡 如果你走出來的時候 你知那些侵異人裏面也有很多商界的 裏面的千絲萬縷關係 你能不能夠擺平呢 其實這些也都可以看回你以往做的事 是否真的有沒有對人有些不妥 今天其實所謂票債票還 怎樣令到那些人真是 真的覺得你值得去支持 可以不支持另外那兩個呢 我想梁振英 目前我就看不到他 很大策略 唯一他現在做的就是 不斷在報紙寫很多文 還要又長又侵 你問我這些 居民一般市民就沒甚麼興趣去看 除了你的對手 以及一些政治評論者 第二 他下區全部都是清廷點水 有些甚麼就去看看 去看看去看看 這個你不跟黃高雅的責任來 真是去看 你去到這些 你作為香港人 香港行政會議的招責任 怎樣落到區裏面真是了解 你真是了解了 然後用心 將它放在行政會議裏面 在政策問題上做一些 太大的改變 我相信你不可以的 微調也可以吧 影響到一些政策 真是幫到市民 是的 你說得對 他真的要考慮一些軟體的事情 譬如說是除筆 畫個節目 他就上來撈TV做一些感人的故事 爭論TV 爭論TV 爭論TV上一些感人的故事 有你同行有空就上來 我經常都沒有空 所以你一定會遇不到我 沒有所謂的 遇到你也沒問題 拿一瓶紅酒來 多多多來 那個叫唐英連 是的 你搞錯了他們兩個 不是怕殺馬 殺馬上來罵我喝酒 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他其實真的 他背後 我不知道 他應該有的 可能他真的有時 覺得 有些事情覺得沒用 他也可能把選舉的規律 太過曲解 譬如說 我便馬轉那群選民 其實現在做所有事情 是零效 可能我做的形象 壞的事情 可能我做得太好的形象 到時我那群 那群背後投票的人都未認同我 我背後那群認同我 怎樣認同我 可能都是靠阿爺 落個指令下來 其實我便要 馬著阿爺 但阿爺又看著那些市民 其實那個互動 他有時真的要想一想 選舉 特首選舉 表面上是一個很不民主的遊戲 但到時 又是變成被這些東西 操作得很厲害 這些遊戲的規律 那些互動 今時今的球選人 不可以再好像幾年前 董生選舉 就是那八百人 未必的 沒錯 你看看曾蔭權 他上一屆跟梁家傑的時候 大家都要下去 大家都要辯論 大家都要做很多 好似民主選舉的事情 其實因為阿爺都看得到 我們不能太過封閉 就算我覺得你幾好也好 你的民望太差 都搞不定 因為始終中國都面向世界 他不可以隨便找一個 真是完全 市民很不喜歡的人出來做 因為影響的管治 始終都影響過 《一國兩制》的推行 是有一定的 中國都要在國際建立威信 而香港就是一個點 他又向外世界告訴他 我用《一國兩制》都行 不是一定是支援主義 所以我想特首選舉 其實那個變數 范太是一個推高的人 但我估計 還有另一個高潮 這個高潮就在2012 報名之前 可能還有第四、第五個人出來 說想參選 令到氣氛更加高 到最後 有哪一個能夠 拿到阿爺的 所謂的方心 而面對居民 又覺得不是太差 但對1200人 有分投票的選委 亦都覺得是值得投票票 我想到時未必是一個對一個 但會否反高潮 阿堂堂退選 這個很大 反高潮 很大反高潮 只有兩個情況 他真是心虎意 第二 有時身體健康問題 其實這個影響很大 而范太其實 到時 說不選 其實很簡單 年紀都差不多 身體都重要 健康重要一點 要講好疑 有些政治家 這瓶啤酒很不好喝 看你怎麼喝 剩下半瓶 還是沒了半瓶 看你怎麼說 我們花那麼多時間 講講梁振英 要轉一轉 講回唐堂 好 唐堂的弱點 真的非常明顯 他的優點 喝酒很聰明 喝酒有多聰明 我們知道他有錢 買很多很貴的酒 老實說 現在他應該怎麼做 其實他 不要說話 不要說話 不要說話沒有意思 你始終都要說 之前有電影 皇上無話言 難道你一切都不說話嗎 你就要經過一些訓練 令到他真的 在適當時說一些 感動人心的說話 推動一些國民 推動一些市民 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覺得 假如我們是唐堂 現在我們真的要深切去看自己的問題 然後找一個政治 不是化妝師 政治的一個工程師 幫他重新包裝 幫他重新改變 其實他很優勢 整個政府的架構 是他可以運用的 因為你是政務司 他想做些什麼 想到哪一區 開句聲 你下面的人一定幫你安排 曾蔡英權現在都慢慢淡出 做完就算了 所以在這段時間 在所有塵埃落敬的時候 唐堂應該是痛定思痛 重新改變 喝紅酒 要的 沒有理由因為這樣不喝 但是除了喝紅酒之外 還有很多工作 你需要做 你需要做的意思 不是有火災 慰問一下 而是怎樣想一些方法 令到事情真的改變 樹木辦搞到一塌糊塗 那個女孩 尺寸的塌就死了 搞大堆東西 跟著沒有了 跟著樹又繼續塌 很多問題 他答應牽頭 關外基金搞到這樣 這也是能力 所以我奉勸他 就要選擇自己的能力強項 你想想他都做過LC member 有什麼理由這些都不理解 我告訴你為什麼 其實因為剛才我說 他是大少爺 其實所有工作 他站在高位 你幫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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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做 等如田少爺 我聽人說田少爺 準備了水 我要做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剪 剪彩 你作為一個特首 作為一個未來香港的領導人 如果只會剪彩 或者笑得很開心 那是不夠的 因為要展示你有能力的一面 能力方面 其實我想你都同意 是在訓練出來的 當年你開始選舉的時候 都不懂 今天你可以講很多的問題 原因就是經驗累積 還有你肯去看 去聽 我自己也是 以前我告訴你 我第一次選舉的時候 單張都不懂得排 現在可以教人 怎樣做 所以我想唐唐本身 他擁有一個很好的家族 影響一個很好的政府團隊 影響一個其實 不是太差的民幕 因為他其實雖然說話 很流 起碼他不會太多說太負面的事情 很老實 他親和力是好過梁振英 當初A和B選擇 撥開他所有事情 我都不知道 只是看我的樣子 挺好 是不是 都老老實實 應該 這個人都跟我有談有講 都會聽我的意見 所以梁振英有些事情 不知道為什麼 你一見到他這個人 永遠都不會聽我的話 還有少許奸奸地 是奸奸地 就是出來玩選舉 最緊要撕掉奸奸地的感覺 沒錯 所以我想未來的特首 無論是誰都好 無論是三個鐵三個爭 還是第四、第五個 最後剩下兩個 我想他們都一定要面對市民 過千二個人雖然要 但面對市民很重要 也不要凡事只聽阿爺說 真的某程度上 是要表達市民的心意 最後又讓我講 如果三位候選人 想找智郎的話 跟主辦機構講 你點我和阿輝 我們都可以考慮 看來幫誰 當然 有些我們都可能 但希望他們能夠 好好自為之 為香港社會 帶出一個新的境界 香港市民之福 在你們手上 好 又乾杯 乾杯